1935年11月1日,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由于实行对日本妥协的外交政策,在南京中央党部遇刺,不得不辞职赴法国修养,二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周佛海,是汪精卫集团的最重要成员。 这是遇刺康复后的汪精卫照,其左眼外脚下伤疤清晰可见,而在其背部肋骨间的一颗子弹音伤及脊骨,一直未能取出,成为其致命伤。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汪精卫从法国赶回国内,继续和蒋介石争权夺利。 这是汪精卫与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合影,日本当局派遣迎所侦招,金景我夫等大特务专门负责策版,引诱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日。 这是时任日本参谋本部谋略克科长的赢所侦招大作,时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克科长的金景武夫大作,参与对汪精卫集团右翔工作的日本元阿玛铁道诸事会社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一浅,参与对汪精卫集团右翔工作的日本同盟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仲志。 从1938年初开始,汪精卫秘密通过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等于日方谈判,这是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这是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 二汪精卫集团的重要成员梅思平,二以上图文选自日本新华图志,第二十三卷扶植北政权,高小燕,王熙亮编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日本新华图志共25卷,南京大学资深荣誉教授张宪文主编,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山东画报出版社有限公司合作项目。 并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2014年度入库项目。